原本给女儿准备了20万嫁妆 去女婿家吃了顿饭 我决定一分不给 我和我老公一辈子都非常恩爱 在我们结婚没多久后 就怀上了我现在的女儿 全家人都很开心 我和他爸爸一直都非常疼爱他 总是会觉得捧在鼠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我老公脾气性格都非常的好 所以不管我女儿问他要什么 都会第一时间给他买 原本我一家人过得很幸福 可是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老公出车祸意外死亡 当时我真的很想跟着我老公一起去 我真的非常伤心 由于是车祸 对方也赔偿了30万 就这样我拿着30万带着女儿过日子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儿 可是这一切就在他爸爸走后都变样了 他再也不会像以前会让我抱着他 因为他谈了一个男朋友 可是这个男朋友我第一眼就看不上 个子不高 皮肤黑悠悠的 手上都是老茧 一看就是个干地的 如果我女儿嫁过去日后的日子 一定过得不好 所以我根本就不同意 可是我的女儿竟然和我说 我如果不同意 她和那个男孩子结婚 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我一听她这么说 我心都碎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 现在已经失去了她爸爸 我不能够再失去她 然后就同意他们在一起 随后他们两个人就安排了双方父母见面 打算商量一下婚事 当见到亲家公亲家母的时候 觉得他们非常的热情 不断地在招呼我 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开始进入了今天的主题 说女儿和她儿子要结婚 能不能这个彩礼钱不要 毕竟他们家条件不好 而且她还有个小儿子在念书 现在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我一听亲家母这样说 我真的非常生气 简直不拿我的女儿当人带 谁家嫁姑娘也白白送给你们的 就当我要张口说话的时候 我的女儿竟然向我使了一个眼色 顿时间让我想起了今天出门时 她所说过的话 然后我想算了吧 谁让我女儿愿意嫁到你们家 餐礼钱不要也罢 只要她过得幸福我就知足了 然后我还说当女儿结婚的时候 我打算给她二十万当做嫁妆 就这样两家人吃完饭后 就打个招呼回家了 没过几天我女婿和我女儿说 丈母娘对我这么好 我想请她来我们家坐坐 顺便亲手做一顿饭给她吃 就当是孝敬她老人家的 我一听觉得这个女婿也挺好的 还知道做饭给我吃 日后我女儿就不用做家务活了 然后当天我就和女儿过去了 当我去的时候 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忙起来了 然后我女儿看她这么忙 就进去给她打下手 我觉得一个人在客厅里坐着 看电视又很无聊 就想着也去厨房做做热闹 当我正要推开门的时候 我发现她们两个人正在小声嘀咕着 就听我女婿对我女儿说 你什么时候开口向你妈妈要那赔偿的三十万呀 你看我们两个到现在都没有钱 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 而且我们两个连个房子都没有 车也没有 我女儿听完就说 你别急啊 我有时间一定会和我妈说的 她那么疼我 一定会给我的 这下终于明白 为什么她们要和我女儿结婚了 原来如一算盘打在这里 只有我的女儿还觉得自己很幸福 顿时间我就在想到三十万 你们休想拿走 二十万加装 你们也别想要了 顿时间我才发现自己养了一条白眼了 外面的男人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也不听我的话 可是这都不怪他 要怪就快拉小的时候 我们太宠爱他了 所以才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只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发现 这个男人不是真心爱他的 只是为了我们家的钱 希望他早日回到我的身边